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判断多肉的好坏通常以两个方面为标准 其一是多肉的颜色,其二是多肉猪形的美观性 把多肉买回家后,养半个月就会发现 多肉的叶子买的时候是红色的 为什么养着养着就褪色了呢? 多肉的叶子变色实在正常不过的了 花室大部分的多肉都是温室大棚里的 大棚里的温度高,光照足,叶子的颜色普遍天象红色 多肉买回家放在阳台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养护 大环境发生了变化,多肉也会随着发生变化 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变色 除此之外,多肉还会发生土长 养多肉的大环境改变了,这是必然要发生的 关键就看你接下来怎么去养护了 多肉经过褪色后,经验丰富的花友 还能让多肉的颜色再次变回来 此后也就很少褪色了 在养护的这期间,多肉熟悉了家中的环境 颜色还会回到原来的状态 很多养多肉的朋友说 养多肉难,其实难就难在变色后日常养护的这期间 教给大家一个多肉上色小技巧 用人为的方式造一个温差现象 促使多肉更快的上色 准备一个喷壶要是喷雾式的喷壶才可以 大家在早起的时候大约在六到七点钟 用喷壶向着多肉的叶子上 轻轻地喷一遍水 让多肉叶子的表面聚集一层水物 喷水的时候,把控好用量不要喷多了 从早上七点钟开始到了中午十二点钟 多肉叶子表层的水汽由于气温的原因 会慢慢地蒸发掉 多肉周围由于水汽蒸发 从凉变热形成温差 多肉上色就更加容易了非常实用的小妙招 七到十天多肉就会有非常明显的变化 好了,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啦 想要了解更多氧化资讯可以订阅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